Hello 大家好 Hello 又是我們 我們是哪個 就是美容素人 很歡迎大家 不知道大家星期一有沒有來過 看我們這個美容達人 Cross Over美容素人 Square 這次美容達人 就不知道他有美容 就剩下兩個美容素人 星就單正做主角 今晚大家應該會聽得很開心的 當然上一集也很開心 但上一集在某程度上是神級 說要跳很多gracing 去到Yuki那裏 今天大家太好了 就是我們BB班開始 基礎班 沒錯 今天有我 Melissa 也有旁邊Joyce 兩個都成王 兩位都是創辦人之一 什麼創辦人呢 就是Empower 這個是什麼地方 大家發覺和星期一有些不同了 星期一是否以粉紅色 藍色為主調 這個就以金黃色 而且充滿聖誕氣氛 很多聖誕裝飾 這裏全部都是直播間 是會Empower 公司特意搭建了給我們 去做直播 每次我們可以嘗試不同的房間 今天流程都非常豐富 會說什麼呢 就是freeze off 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個奪麵雙紅的片 其實內地亦變臉 整塊面換了 其實我經常形容 我和Joyce都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倆有些特質 除了很餵食之外 是因為什麼呢 我們都是油性皮膚 都是暗瘡皮膚 但很多人會發覺 好像我們經過幾年的改變 好像不太好看得出 以前生過那麼多暗瘡 立即給它一點點 是看不到的 現在已經光滑了 所以才展示出來 如果現在在火山上 應該就不會出現 我們首先公開一下 我這張 是沒有在任何大眾見過的 開了 嚇唬大家 應該也不算好 其實這個還不算很嚴重 因為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少拍照 而且很少拍近鏡照 這是什麼呢 其實原知是我當年經常去出差 我就去韓州出差 那時候已經做完事了 所以Joyce沒有什麼點化 就是當作去旅行 那船家是在游西湖 那船家幫我和一個同事拍照 大家都應該很清晰可見 有很多暗瘡 很特意找一張照片出來 還要我們拍出來 其實大家會想到 如果拍照也這麼多 其實真人是更多 那些不是印去出瘡的 那我以前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不是說 荷爾蒙瘡 壓力瘡 腸胃瘡 腐科瘡 那大家看到 是什麼都有的 基本上 壓力瘡反而少一點 因為我也是一個 不算很大壓力的人 但是腐科 壓力瘡是不是在這些位置多 壓力瘡通常是額頭 或者瘡瘡這些位置 那我絕對是腸胃瘡 虎科瘡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當年其實我很多看皮膚科的經驗 甚至去到看 都可以開名 就是浸會醫院的皮膚專科的主任醫生 那時候是做了很多 譬如吃A酸 甚至乎做水晶磨皮的 大家一會兒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瓦茲有一種產品和水晶磨皮都很相似的 但是什麼呢 吃著的時候不是有效的 因為它會收掉你的鼻子 嘩 乾掉你的皮 那不是很乾嗎 是啊 是很乾的 就是不至於乾到那些人吃酸梅乾變超人 有些人就是很勁重的那些果酸護膚 大家可能有經過 真的整個嘴巴的皮都抹了 不至於這樣的 但是你會勁乾 所以不出油 那你就好像突然之間覺得瘡瘡了 但是一不吃了 或者一不去磨皮 就馬上關掉了 所以我反反覆覆搞了很久 那也是 既然Joyce也說 那很多人應該都見過我平時 自己按右上角的按鈕 如果你要看大家 我今天都真的特地只塗了CC霜 即是沒有塗任何的粉底 那些類型的 那很多市民都見得人 那如果大家想看清楚一點 就約我 那我當年做了第一件事 是甚麼不是塗東西 我是先吃東西的 那是甚麼呢 就是吃這個全植物蛋白質粉 那這個很詳細 我想這裡有些 譬如我們簽體真機班的朋友 那些不特別說 那它是甚麼呢 那它是甚麼呢 一貫相等於三十六兩 耳膜的蛋白質 大家吃耳膜 是不是有很多明星吃呢 就是貪美的 因為其實甚麼呢 豐富的蛋白質 但耳膜有時都怕激素 而且很貴 其實這裡如果你說三十六兩 耳膜我聽聞 都要四萬元的 那我們這個當然大家知道 不知是多少份 即是六百多元而已 但我覺得最明顯是甚麼 當我當時早晚各食一 一項 一點都不說 但我吃完一個月之後 那是我媽媽說的 因為我以前 我媽媽都會 不停地進來 叫我起床的 她都很替我開心的 因為我媽媽都是暗瘡皮膚 她都很想我搞好 那不知Joyce 這個蛋白粉 有甚麼感受呢 很有感受的 那我首先呢 給大家看一下 一年前的照片 是的 那說的呢 是的 這個 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就是 在以前 即是剛剛開始接觸 雅脂之前 就特意拍了一張照片 這些真的要特意拍 不然是不會這樣拍的 因為我就是想知道 究竟用了 吃了之後 那個皮膚的改變 會是怎樣 那所以就特意地 刻意地拍了一張照片 是的 那時候她眼神也比較抑鬱 是的 那同時間 眼袋也很大的 那會爆我 就腸胃瘡會比較多 所以你看到下巴這些 可能太胃食的關係 那之後呢 這些位置也很多 那以前呢 我很記得 考會考高考的時候 立刻揭發了 不是DSG的年代 是的 那說的是 是壓頭這些位置 都是很爆瘡的 那所以剛才說壓力瘡這些 我是暈傘太陽穴這個位置 那所以現在就算 近鏡一看 基本上這裡很厲害的 那以前剪頭髮呢 這個位置也會有些遮蓋的 那最近就剪得短些 那這裡一看 哇很厲害 所以要刻意地 去到修復這些位置 是的 護膚品真的要塗多一點這個位置 那之後就現在光滑了 但是最重要呢 都是吃了蛋白粉 嗯 那蛋白粉呢 一去吃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水油平衡了 還有因為這些很多暗瘡呢 我是關完又關 那大家都知道 通常你爆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會持續地爆 是的 無限地爆 是的 不停地爆出來的 但是呢 吃了蛋白粉呢 那個傷口的修復呢 是快了很多的 那麼呢 亦都平復得快點啦 還有會沒那麼油 嗯 還有很多人呢 譬如如果他覺得自己呢 即他臉臉不太好 吃蛋白粉又是很開 甚至有些人是腸胃瘡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 譬如我自己的營養師 很多時候有些人問我 怎樣搞好腸胃的 以為是不是 即是喝多點水 吃多點纖維 或者吃一群 全部都有幫助 不過有些人是什麽呢 一吃蛋白粉就有幫助 因為這條腸不夠肌肉 所以這個也很幫到手 所以變相又是對皮膚會好 還有啊 蛋白粉呢 我想說是沒有了水腫 嗯 很明顯我以前的腳呢 是有水腫的 左右腳都有 那因為有一次呢 推拿呢 我弄傷了右腳 那他就跟我推 那順手推走水腫 結果是很明顯的鴛鴦 嗯 但是蛋白粉之後呢 就發現呢 這個水腫狀態呢 就沒有了 是啊 因為蛋白質是杯 美麗的杯 你就可以裝水了 好了 有機會想營養糖 可以多黏一點了 所以我呢 第一步 那不是說 我改善我的皮膚 Face Off 第一步就是蛋白粉 哇 其實很好啊 因為吃得好 接著我就開始 去試護膚品 因為呢 我以前都試過方家很多 甚至乎 我去看皮膚科醫生 會開很多皮膚專用的護膚品 我家裡都很多的 所以那時候不打算試的 不過當我試完 覺得有感受 接著又聽聞 藝術師 是有扭催來的有機農場的一些材料提煉 然後也是全球十大的專貴護膚品牌 我就覺得可以試一下 插一下嘴 對 突然插一下嘴 因為呢 我那時候皮膚也很差 我就沒有看醫生 不過因為呢 我是在暗瘡這麼厲害的時候 媽媽也會有 當時還小 也會跟我出去買一些暗瘡膏 或者護膚產品 但是你在普通那些超級市場 或者那些萬計屈的買 你很極有限 很老實 那真的用錯了 直至是找到一個美容師幫我弄 她就說 女兒你不要再用那些了 因為呢 你是用到臉越來越乾 我那時候用的品牌 在公佔會賣 都挺大的 那時候小時候覺得 那好像呢 都好像有些保證 誰知道皮膚越用就越壞了 所以我那時候開始 我不敢亂用東西 然後呢 因為那個伯母也是用藝術師的 那我覺得 咦 她是令到我的皮膚改善了呢 那我因為 都害怕的嘛 亂用東西 又會走樣的嘛 那我就黏在藝術師 嗯 太好了 那接下來我的藝術師 試什麼 是最有感覺的呢 一開始 就是什麼呢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是呢 就是我們的面膜 以前大家知道是高狀的 我分別都很勤力的 隔天就敷一個 叫做結淨面膜 就是現在黃色的淨肌面膜 另外呢 日日做什麼呢 保濕面膜 以前都是藍色的 現在就變成綠色這個 現在也是的 我想大家有聽過上次美容大人 Yuki的分享呢 我們也有朋友說 馬上回去試這個淨肌面膜 嗯 發覺這些瘡很快就借過 所以大家不妨試一下 我也真的試過這個 嗯 尤其是這陣子有很多下河 真的用了 現在沒有了 是啊 而且它不會像外面那些 乾到你拿著 是不會的 就是它很舒緩的 那當然了 這個譬如呢 就是綠茶味的 這個呢 你更加覺得呢 自己好像在吃綠茶雪糕 那樣的 所以呢 我經常說真的 這個世界是沒有不漂亮的人 不過是懶 還有要用得對的 那呢 因為外面都不是很多呢 就是保濕面膜可以給你日日敷 那這個是絕對可以 還有呢 大家如果想知道怎樣敷得好呢 看回美容大人的皮 原來用很少已經夠了 那這個是第二步了 那第三步是些什麼呢 這個就不得了了 這個呢 應該很多人聽我說過 這個是什麼呢 現在呢 是有錢都買不到的 是天然酵素換膚面膜 就是我選擇它做換膚面膜的 我剛才不是說 我試過去浸會醫院做水晶膜皮 其實跟它都幾次 因為它是幫你什麼呢 去角質的 那讓皮膚方醫生跟你做的一個好是什麼呢 它是會呢 即是你真是多死皮的地方 它就幫你去 你皮薄一點的地方 例如兩根面膜 它就不會怎麼去做 就是它集中可以做T字位 還有看到你那裡出粒粒多些 它會幫你做得好一點 而且它會好好手勢的 不會令到你流血 我經常說它會飛沙走石的 是的 但是這個酵素面膜是同樣做到 因為它是很聰明的 就是它是會令到你角質層厚一點的地方 去幫你做多一點 去腾死皮 薄一點的地方又不做的 所以我說它是什麼呢 每次只是8分鐘 一個星期兩次 你的肌膚已經滿然一身了 那這個比喻呢 很多人聽過我說的 我的毛孔呢 以前真的比較粗 因為我出那麼多暗瘡 怎麼會不粗呢 是拆完筆都可以拆下來的 接著到了什麼呢 用聯這個 即是我覺得中間 譬如做了這些 我都開始改善 但都未至都去到說拆筆深的 但真的用完這個酵素面膜 開始去到拆筆深 甚至乎有些位置是拆陣 所以我都很期待什麼呢 當我一直去慢慢內敷外調 內外兼鼻 遲些拆心都不下了 我先說一下 因為我之前護膚的時候 有很差的皮膚 我第一步用蛋白粉 第二步已經用這個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應該剛剛出 好幾年剛剛出的時候 我剛剛開始接觸了 之後那個同事 大家都知道 這裏有一個Visia的免費的 45分鐘的皮膚分析 我不知道大家做過沒有 那我是全部東西都不合格的 唯獨一個合格的 就是皺紋、細紋那裏是合格的 因為油性皮膚 但是所有東西都不合格 接著呢 直接是油脂塞滿了臉 那那個美容師直接說 你什麼漂亮的精華都不用用了 因為你用的只會是浪費的 你一定要先做好清潔 那時候剛剛伸出 所以他就沒有叫我用其他面膜 就直接用這個 因為這個呢 幫我去角質塵 那呢 我感覺是怎樣呢 因為呢 以前的我呢 是沒有怎樣洗臉的 就是沒有護膚的習慣 簡單來說 是的 但是呢 那我一用了這個呢 我應該 他這一隻呢 可以用到六個星期 每個星期是用兩次 是的 那我是用第三次呢 我就開始感覺到 我的皮膚色透氣 嗯 不知道大家聽不明白 皮膚色透氣 是的 那我就覺得 咦我的油脂呢 真的可以清得出來 那我就開始可以吸收到 其他的護膚品 嗯 是的 還有呢 很滑的 即是你用完 你洗走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 為什麼好像洗都洗不正 是的 因為它呢 是很光滑 即是你不會做完 覺得很光真真的感覺 是的 我經常說的 我們洗臉呢 那些水呢 在臉上 就是這樣呢 以Z型的 但是你用完這個酵素面膜 很奇怪的 你臉上了瀑布 一身的水就下了 所以感覺很奇妙的 還有我們有一個呢 叫做 簡單方程式 叫做八百龍 好遺忌 每次煎白蚌 然後敷8分鐘 接著六個星期 總共12次 你的皮膚就患熱 一身 好像剝殼雞蛋那樣滑 好像有首歌 是八百龍 是的 是的 好像是涉海其長 是的 是的 所以大家 真的 希望遲些翻課 因為疫情關係 供應也有些影響 翻課的 大家萬物坐過 用完去塗 任何護膚菌 都更加吸收 這是第三步 第四步是什麼呢 就是 你發覺 是Joyce的自愛 是的 我跟她跳過一步 她剛才 一二三 我就是 一二三 是的 這個就是細緻修護精華 因為 出了我沒有記錯 我最初接觸的時候 這一支 天然蝦素換膚面膜 過了兩年多 就好像出了細緻修護 然後我就會用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的毛孔是被油漬壓得很大 以及以前的暗磋爆完之後 很大個孔 我一隻手 會擠 結果就是很大 火山孔 是的 結果我就用了這支 感覺很快 她就已經慢慢把我的毛孔 將它這麼大孔 再收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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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個修復得快很多 那麼 我媽呢 是從那時候到現在 都是在用的 因為她覺得她的鼻孔 是有一個很大的孔 在那裡 她就經常說 要把它弄小一點 是的 所以她是保持著用這支 因為她覺得她的效果很好 嗯 我呢 當然 我的感受沒有Joyce 感受 因為我要選五部 我沒有歸進去 我就是這樣 1 2 3 4 5 Joyce是1 2 3 4 5 但我很喜歡什麼呢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和沒有疫情 都會塗粉底 那是不是呢 T字位很容易出油 我發覺 如果我塗了它 然後才去化妝 油會少很多 而且妝再貼很多 所以我很喜歡什麼呢 就是呢 其實好像都不知道 好像是美容師教我 還是我忘了誰教我 我會把它混合粉底 混合一起塗 這麼有趣 是啊 甚至乎 有時候我會塗了它 再混合多一陣子 所以是很OK 因為它的質地很有勢 所以大家會看到 一個PowerPoint 我經常說很搞笑 它是反孔任務 是的 是不是很厲害 很明顯 還有是瞬間 神隱無孔 大家有知道 有看千雨千尋 其實它是叫神隱少來 這個太好了 這個是神隱無孔 是的 很明顯她很喜歡看電影 還有混合卡通汁 是的 是好事來的 很禮止 是不是 所以多看一些 好了 接著到第四樣東西 我的第四樣 都是Joyce 的第四樣 是什麼呢 在我們講之前 我會播放一段很好笑的影片 給大家看 一段很好笑的影片 讓大家看一看 什麼 我都想你玩 有 我會聽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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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好,大家可否去到刚才尾耳谷的一板去看下,看看是否有难度 台湾叫活养青春露,香港叫活肤肌底液都是一样东西 肌底液,我不知道大家有多熟,其实我个人是美容素人 其实艺术厨尾出之前,我真的不懂什么 我想又要塗多一样东西,它什么时候塗的呢? 洗完棉,我们会爽肤水,水肤水帮我们去割质 使后皮肤会软熟一点,涂护肤肤的好一点 它就是涂护肤水和精华的中间放这个肌底液 平时一般的品牌肌底液,它就是什么呢? 可以令我们之后的护肤品吸收得好一点 不过通常没有说几倍的 但是Artistry这个,大家会看到它吸收高四倍的 如果我之后无论是涂护肤,保湿精华也好,紧刺精华也好 涂护肤同一样东西,吸收会多四倍,就很划算 很划算 是的,很划算 即是即刻所以,和它这支护肤的成价 大家如果好奇,究竟这么大支多少钱呢? 保识你看完,立即觉得划算 但我觉得它最划算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的影片,是不是很搞笑? 就是根中蓝,是什么呢? 就是PM2.5,大家都知道 护肤利污染那些 是的,平时我们经常说路边监测站那些 其实都是谓PM2.5 它俗称什么呢? 入心入肺 所以对我们心血管肺也很大伤害 但对我们的皮肤大不大伤害? 很大伤害 刚才Joyce说自己的毛孔也很大 无论毛孔大还是小 你猜一下都可以存到多少粒PM2.5呢? 我知道 是的 40 没错了 是的,40粒一个毛孔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毛孔 好像明明很干净,洗面也有一些脏脏的呢? 那ArtistX是目前唯一一个牌子 是可以令到PM2.5阻隔了 而且可以令到你本身已经藏在里面的毛孔的脏东西 可以一路一路退出来的 所以我很记得当时Joyce她用的时候 说她看着自己的颜头很多暗粒噴出来 是不是?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你说起来 我突然醒起 除了暗粒噴出来之外 因为最近她做了一个保护膜 是的 我有一次去过一些工业区 九龙湾 然后有很多货车 然后有个货车就突然之间 噴了一堆黑烟出来 是的 我那天是有查机体液 然后我就觉得很安心 她不能进去我的毛孔 是的 因为她是一个保护罩 是的 所以我当时也是 我发觉 咦? 当我加了下去 我发觉我的皮肤 又好像细緻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髒东西 然后她又退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用 而且做到这里 静化机体吸收激性 是的 而且因为她有助养技术 所以真的会帮我们整个细胞排毒 真的好像噴了一些暗粒 已经很开心 就像坊间那些 有些人去做医学美容的助养排毒 所以你发觉整个系列很比较到 譬如这个是比较助养排毒的效果 这个就是比喻 譬如果酸护肤 或者水蒸磨皮的效果 是的 这个就忘记了 譬如给了什么效果 是给人家的 所以大家包容一下 但是所以呢 其他东西 我经常说 哇那些呢 就是不要说贵 不再说 那些都要有入侵性的 所以都不能经常做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整个逢出这些颜色呢 叫强效收护系列intensive care 它就是比美医学美容效果 但是呢 安全高效 自己家里也可以做 特别是疫情 大家应该都不会去美容院的了 所以就在家里 用呢 十分之一 或者更低的价钱 就做到这个效果了 而且最重要是安全 又不用被人饿 就是我最怕就是一些美容院呢 不断饿我 叫你买东西 或者卖东西 是啊 其实那些也是很阴慌 以前都是受害者之一 是的 其实因为多暗瘡 都去被人做非熟 然后他就不停 我叫你 今天又塗蒜油 明天又不知道做什么 蒸气 不知道再吸收多些 其实你都不明白什么 有时就好像屈服了 好了 接着就到 登登登登登 这个又出场了 大家应该星期一 在美容大人的时候 都见过 这14支 加上这只蛋 我是说一只蛋 是的 它是什么来的呢 它的长名叫做 14天复活再生 成果日很长 我给它一个简称 它叫复活14 是的 它正式如果简称复活14 但是复活这个 term 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 大家记住复活就可以了 就是用完你的皮肤复活了 是的 所以复活的时候 记得多用一些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譬如旁边有些数据 例如 它的修复力 会提升150% 是否很厉害 不过 这些大家一直看 很多东西 我经常说 我舅父令我一些东西很厉害 他说雷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还可以 我觉得这14支 都有这种感觉 譬如 这个去千年黑头 是经常说的 因为我的皮肤 还在鼻子里有些黑头 有些都是千年的 我发觉用完很厉害 是什么呢 它真的会你早上洗脸 你发觉无端端按一按 哇 有些千年黑头 一声就出来了 是的 然后 暗瘡 我和Joyce也有感觉 我们依然 现在我们不是说很神奇 不会生暗瘡 我觉得暗瘡 是依然会生的 特别有时候 你不够睡 或者吃了一些肥肥的东西 不过是什么呢 你会不会出去生 那些很大的瘡头 那些龙头暗瘡 不会了 而且生完 你究竟有多快 而且最重点 究竟你会不会流印呢 这个就是重点 我发觉用了这14支 竟然不会有 但是很快就被灭掉 还有是零印的 所以上次如果大家看到 我记得我上星期一那条 那里有一张照片 今天没有展示出来 那个是很快它刚刚爆 也会爆的 不过呢 它很快就被灭掉 是的 因为我一爆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了 然后就很快就灭掉 三天就已经搞定了 然后这些印是即时见到它淡的 嗯 还有是不是你还说 有丝滑的感觉 丝滑的感觉就很强烈 因为我真的觉得 用完第二招去洗面 你会觉得面 好像画个摸鸡蛋的那一层 是的 真的很丝滑 不只是我 我妈妈也是一样 因为一起用的 我们两个是 正好 是的 我就要密密地塗 是的 因为我最初就觉得 这个是怎样的呢 这个呢 其实本身 这个我们当然用了 不会那么好 这样说 有掌文立送一个给你的 是的 本身我觉得有一波 好像法宝胶 你就是打开它 然后按支支支 我就觉得很艰辛 塗不完的 就是不停塗不停塗 其实也很转至 很高兴的 就是 就是昨天很早 但是我一个人都有很烈 但是不停塗 Ja 可以 have to 是不是很 hoch 一支都塗了那麼久,塗了一支,說說說說真的吸收了 而且毛孔我特別覺得是什麼呢? 是這兩邊的鼻液位是小了的 因為我們出開暗瘡或毛孔大的人 那兩邊其實都很愛眼的 這兩邊是特別小了 皮膚通透了,Joyce應該也會好過 因為我記得她那時候告訴我,是用緊的時候 我明顯覺得她的皮膚好像光澤度是好了 它光澤度和透亮度是平伏的 所以通透了,而且真的會細緻很多 本身你的孔會深一點的 你很明顯就看到它的孔淺了 還有火車很淡,這就是我和Joyce的媽媽 因為我都有抬頭紋 因為我經常都會抬起我的頭來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 特別是Yuki跟我說要按摩 然後她說,你覺得在哪裏,你多點紋 你想改善我 我真的很刻意在那裡看 然後有些人就很刻意按法令紋 這條法令紋就會變慘了 嗯,那整個年輕了 是的,因為大家知道化老妝 例如你看看劉德華 化老妝就是穿毛滑芯的那條紋 其實每個都是,現在周海薇被人說她是老的 其實也是說她那兩條紋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認識周海薇或是誰認識的 快點叫她用 還有我覺得很開心的是什麼呢 其實平時我們護膚說想漂亮 你都有很多東西要塗的 當然現在譬如我們有了 咦,還有一個牌 對了,有了這個 今天不特別說的 但有了這個,個人專屬收穫精華 你已經可以一支精華代替了以前三支精華 但是我覺得有了這個,復活十四之後 基本上你是洗臉 然後只塗爽膚水 然後這些什麼都不用了 那你就只塗它 加上擠在這個波波上 一起塗 塗完,因為我個人本身叫做柔性皮膚底 我連封一陣晚霜都不會的 我知道阿隆就怪一點的 他真的會再封一陣晚霜 這樣就搞定了 保鮮子嘛 是啊,那我也很坦白的 我告訴你,不封也有效果 是的 所以突然之間整件事都快了很多年 我有時回家吃飯 原來洗臉都搞了一兩 我媽媽說,為何最近快了這麼多 他告訴你,是,塗少了很多東西 他說,現在冬天光,反而塗少了 我說,因為現在塗那些東西很厲害 然後他也有問,媽媽,十二元 那是不是很貴的 我想,塗少這麼多 然後抵回那支,我更開心 時間就是金錢 但效果更好 然後我想,我媽媽也不太知道我說什麼 不過他就看著顏頭,樣子也不錯 而且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他十四支 當然,你脫下雲 我跟幾個朋友聊過的時候 他們覺得,如果一季才塗一次 甚至半年才做 你當作做一個療程,做一個療程去做一次 那是很划算的 整個皮膚的狀態提升得非常好 我剛才說火色鬼,我忘記了說 我媽媽,他就除了額頭這些 這個魚尾紋的位置也是少了很多 太好了 所以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分享了我們的 Face Off 變連五部曲 大家還記得嗎? 內條就是膽白粉 必定要的 沒錯 我呢,就是這個面膜 Joyce就是這個細緻收穫精華 但我們同樣都是什麼呢? 除了膽白粉 有這個酵素活膚面膜 現在記得是沒有的買的 所以大家不用問我們了 有就會再告訴大家 有一個活膚肌底液 還有一個復活十四 所以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咦,接下來還有什麼美容提示呢? 我們就看看吧 如果剛才我們不停提美容達人Yuki的影片 大家記得可以上我們 Empower的Facebook頻道 或者YouTube頻道去看 我發覺點擊率也很高 還有大家發覺除了知識層面很豐富 也很爆笑 對,還有很多美容的小貼士 只要我們經常玩魔鬼再細節 其實天使也可以細節 即是打這些細節 我們做什麼呢? Faceoff 我們好像不停說Faceoff 然後很快時光飛逝 下個星期五我們又會見大家 繼續直播 沒錯 大家反正都要抗直 沒錯,又不是這間房 又不是上次房 我們又試一間新房 這次找了美容大人出來 就是Annie老師 上次Annie老師的美容貨都知道 很厲害的 包括這張照片 除了她已經在美容護膚 即是三十幾四十年之外 她自己有Facial的店鋪 她們都幫了很多舞台 甚至很多選美的比賽做化妝 這些是其中的一些妝容 當晚我們請了她 我們會早一點 因為知道這個時間 通常有些人在吃飯 所以下個星期五我們早一點 等大家在未吃飯之前就可以看了 內外兼備 無論由內到外 怎樣可以揹 我們口罩遮不到的部分 要很漂亮 當然遮到的部分也要很漂亮 但起碼遮不到的要堅韌 額頭更加3D 更加突出風型的 那些紋也會淡 然後我們這條眉 有人說是否這條眉 整個人眉清目秀 對眼都很明顯 所以那個人不單單說護膚 是會說一點點眼部的化妝 不誇誇的 但大家會發現整個眼睛 精神、明亮 所以萬物錯過 然後我們繼續 我們未有新一次下星期的Poster 不過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12.9至1點 特別現在都是 閘在辦公室或工作從家 閘在家吃飯 無論扮靚、營養知識、飲飲食 都會一一為大家獻賞 最後就是我們的名人面對面 不如讓Joyce可以簡介一下 因為嘉賓Tommy是Joyce的邀請回來的 大家如果有來我們上兩次的名人面對面 9月講咖啡、咖啡 10月講茶、茶 我們就想12月不如繼續一氣呵食 將來大家就咖啡或茶或啤酒 我不知道大家這裡有多少人喝啤酒 又或者根本上是不喝酒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會在 最近這兩三年 越來越多手工啤酒 或者叫做精釀啤酒 台灣叫的 這樣的出現 而香港也多了很多手工啤酒廠 還有拿了很多獎 基本上香港 你說可能 咦?那手工啤酒為何如此潮流輕的呢? 有些朋友說可能他們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水果酒 只不過是汽水酒而已 但是原來又不是的 原料上跟工業啤酒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有什麼要求呢? 又或者 很多品牌 五花百門 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如何選擇? 又或者自己家裡可不可以讓到的呢? 還有Tommy 他本身大家看到了 他是國際啤酒的評審 他會喝很多不同的味道 去做評判 也是走進手工啤酒世界的作者 所以他非常有資格和大家分享 或者去唱談 究竟什麼是手工啤酒 以及他為什麼會成為手工啤酒的評審 對了 萬物錯過了 我們就12月13日下午5點至6點 可以問我們 去到我們的連結報名了 嗯 是的 所以我們今天時間就差不多 當然大家可以留意我們 Empower Facebook 的專頁 YouTube 的官方頻道 我們的網站和專屬程式 還有剛才Annie老師 我們下個星期五的直播 到時會用什麼化妝品 就是這個最新的上海系列 Artistry Studio 是很受歡迎的 到時Annie老師就率私 用來試在模特兒的眼上 看看哪一位呢 有機會被我們點中了做模特兒 好了 那今天的時間呢 到這裏了 那很多呢 這些呢 我呢 既然拿進來就拜拜 對 給你這樣拜拜 那就幫我們 Capture 一個 screen 給我們拜拜 好了 拜拜 大家 Have a nice weekend 是的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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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